为了纪念艺术家盐水龙的卓越成就与丰富多彩的创作生涯 国立台湾美术馆与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首次合作推出日月送盐水龙与台湾特展 展出包含从日本商界极少曝光的作品 以及设计手稿、竹工艺作品、油画作品等等 而最大的亮点莫过于长达18公尺的旭日东升 盐水龙这个艺术家其实他结合了非常多的创作的面向 那也在台湾的美术史上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的这位艺术家 你也可以说他是设计师也可以说他是文化传承者 那也有人誉为他是台湾的工艺之父 那也有人认为他是台湾第一位的商业设计师 那所以这次展出里面其实我们有展出他非常多面向的作品 那主要是分成美术跟工艺两个面向 盐水龙一生的创作中最喜欢的题材是原住民 他常见由素描绘画来记录部落里的人事物 太阳也是他创作的泉源 时常在作品加入明亮的太阳与在地文化 另外更大力提倡生活美学及工艺文化 是台湾第一位在艺术工艺和设计发展上都有卓越贡献的艺术家 在我背后的这个作品蓝鱼印象其实也是 你可以看到当然是蓝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平板舟的特色 但是这件作品也是他少数以抽象为表现的一个作品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船也好还是太阳也好 它其实是成以几何抽象的一个概念 一个形象去把它拼凑起来 然后中间那个很像 它是传眼 传眼 那其实它就既像眼睛又既像太阳的这样的概念 也是它会一直元素 它也会一直重复的出现在它的主题里面 日月送盐水龙与台湾展览不仅纪念盐水龙 更是对台湾美术与工艺史的一次重要探索 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别错过这一场难得的跨域盛宴 不妨找时间来国美馆参观 见证台湾艺术与工艺的璀璨辉煌 展期将持续至6月30号为止 以上新闻由郑城天类记者黄兴凯林燕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